大家好,今天是1月30日,星期六 本来我是想着星期日才推出的 但刚刚因为昨晚,我在做一些slide show的时候 看到外交部说不承认BNO 别人1月31日,BNO5加1,他又1月31日 就说我们不承认BNO作为身份证明或旅游文件 我就不等了,我直接今天出卖 大家看到今天的题目 其实现在林郑的盘算是说 我们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她要突然间有封区 有封楼等等 原来她1星期前知道习大大要跟她做视像会议 所以在1星期前搞定封区、封楼、封城的行动 要告诉习大大我有工作了 我们也明白 现在你就真相大白了 为什么她突然间搞长大龙凤呢? 原来就要述职 最惨是人家赞到贺一诚的疫情天上有地下无 但是习大大就很担心香港 我觉得她不是很担心香港 只是很担心她 但是我们香港人还担心 究竟我们忍这个贼婆 是不是真的要忍到明年的年终呢? 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说 正常林郑一定连任不了 正常一定连任不了 但问题是有没有可能 提早换走她呢? 是有的 现在林郑做了很多事 就是为了这个原因 即是林郑现在 她已经把那个线移到去 我要完成这个任期 那我就光荣了 之前她就想我要连任 那现在就退了 我要完成今届的任期 即是说 那怎样为之完成今届的任期呢? 很简单 只要她能熬到今年的八、九月 中央就不会炒她 那就会让她完成这个任期 那我就飘飘亮亮离离开香港 接着就 有传就说 很多人就说回大湾区 有传就说中央 已经在北京 帮她搞了一个四合院 很漂亮的 很漂亮 很大的四合院 只不过是没有人身自由 什么都有的 有两种没有 第一种就是没有男人 第二种就是没有自由 其他什么都有的 钱也有 食也有 什么春也有 我觉得一样东西 这个说法是对的 为什么呢? 不能够再让她四合院离开 大湾区也不太适合她 其实香港人最担心就是 究竟要忍到什么时候呢? 我们稍后就会分析一下 好 大家记住 加入我们的Patreon 我们的连结在下面 鑽石狗 到星期五晚 美股未开 就回复185% 美银就57% 35万 12个月到54.8万 好 很奇怪 我加加加加 原来这个 放在网址的投资日子 只是早正常的 就是前两个月 可能我就会放慢一点 因为当时 为什么我们要放在一季之前呢? 就是我们要保障付费的读者 对不对? 所以我们可能下个星期我们就不放了 下个星期再放 就让她和真正出的有一季的时间 大家如果想订阅我们 我们二月份的投资日子 或者YouTube投资筆记 大家都可以开始付费 投资日子 还有一期就结束 YouTube投资筆记 一月份已经结束 当然 大家记住 点击YouTube下面的链 进去 点击我们的 YouTube英文财经频道 US Stock Market Weekly 大家 点击进去之后 然后 按下订阅 按下小钟 每一个星期有片 便会通知大家 好 星期五 新增数字很准确地 就是50宗 就是50宗 差不多有48宗 都是本地国安 大家看到 搞了很多东西之后 其实数字都是50 60 那些 今天已经是1月30日 即是现在出家已经1月30日 所以我相信 农历年 会放宽的机会 就越来越美了 其实是 封了这个 大家如果记得 之前封这个 左敦油麻地 就有12个 找到 是不是 2日12个 那现在封这个 东法大厦 即是北角这个 找到的是零 一个都找不到 好 那就是农了那间 黄店 说他没有 十几个人 没有参与的强制检测 就农了人家 十几个人 每人五千元 好了 我们看看 这个是 何柏良医生 就是政府的顾问医生 我们看看 他在不断的强制检测里面 他不断都有发声 他说 为什么会找出 人数这么低呢 原因就是 他的动作太慢 动作太慢 大家如果看到 碧阁的确诊 其实他确诊了四十个之后 就是两个星期 确诊了四十个人 其实一个星期 都是两个 一天都是两个人 左右 相隔了三天 已经完整了 他才封区 那就没有了 是吧 你看到人数这么少 那你那个油麻地的 还离谱 是吧 三百三十个人检测 发现了一个 那么现在 为什么这个 东法大厦 就是 找到的人数这么少呢 其实那个 就是那个大厦里面 那些人 刚刚才做完 强制检测 那他做完了 一个多两个小时 那怎么会再找到呢 是不是 那么他说 十天前来去做 就找到很多个案 但是病人 就会继续上班 下街吃早餐 要传染的就传染了 要检测的就检测了 那么我们现在终于知道呢 为什么他不提早些去做呢 原因就是说 他要刚刚在习大大 提早之前 习大大没有告诉他 会有视像会议 那没有视像会议 那没有视像会议 我就不做事了 原来习大大充斥 我在大约这两天 就会有视像会议 那就是你知道 老板 习大大是日理万机的 他会说不死的时间 但是他知道那两天 那我就在 预先在之前四五天去做事 那习大大问我 有没有做事 有啊 那你怎样做呢 我跟着你们的方法去做 那起码都不用先罵 对吧 就是他想 那大家现在就 现在就 迷底终于揭开了 就是不用找金田一 就是说 原来呢 就是因为他一个星期前 就知道 习大大呢 会找他做视像会议述职 那其实还有李克强的 那这个就已经说 就是东法大厦居民说 喂 我两点多才验完的啊 大哥 那文章就说 叫你做一定有原因 那有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 因为林郑要交差 因为老闆快要跟习大大开会 那一定要做些事 那拍出来 我有做事了 那就知道 哦 原来我有抗疫 那用什么方法呢 用自己的方法都不好 那为什么呢 你用自己的方法 习大大不喜欢 那我就用足习大大的方法 但是问题就是找不到人 最大的问题就是 国内就找到case 你就找不到case 那就是这样 那当然呢 就是大家知道 现在因为 就是封了店铺的问题 封了这个大厦封街 所以呢 那些年宵花当 贵了很多 其实大家要发觉 香港的东西没有便宜 香港的东西没有便宜 所以市民是很惨的 就是多谢林郑了 大家看到这个 是不是 你现在买花呢 是贵了 为什么会贵了 因为那些店租贵了 现在你卖猪肉的门口呢 他都卖半个档口出来 那就是让你们卖花 那当他将租金呢 提了上去的时候 那些花便便贵了 是吧 就是这样而已 好了 好了 其实林郑的盘算是什么呢 林郑的盘算就是说 只要我捱到去八月 我就可以捱完这个任期 但是问题就是 他不能够什么都不做 因为现在被卫健委在骂 习大大呢 我想他在咪后呢 就捱到爆肚 所以他唯有做一件事 特意留个洞 等疫情不完 当自己拖到八月九月的时候 搞定 所以你看到一件事 为什么他会2022年 才做那两元呢 因为一去到2022年呢 其实他还有几个月 他就不搞了 我说的 他就不搞了 那个老人优惠 接着就到下一任了 那么问题 他现在就要拼命 保住在这几个月里面 有疫情 但是反复 你想想 如果我拖到八月九月的时候 习大大讨历干什么 还有半年而已 对不对 他就可以令自己 完成第一届的任期 我相信他现在就不求连任 已经是 完成这一届 我就飘飘两两走 我相信这个就是他的想法 但是问题就是 可不可以成功呢 不知道 因为坦白说 你现在看回香港 整个国际局势 都很麻烦 整个国际形势都很麻烦 如果国家 即是党 他突然间认为 不行了 我们一会会说到拜登的问题 当党突然间觉得不行了 喂 没办法 我真的要香港的经济 即时弹起 即时弹起 剧情需要 值得是他 看看这个时间 会否内陈 你看到 阿习在这个视像会议里面 坦白说一句 你听他说的话 其实他都表达了很多东西 他非常赞何一成的 坦白说一句 虽然现在澳门有个案 但是不要忘记 澳门有二百多天是清零的 香港连二十天都没有 不要再跟我说澳门比香港小 不要跟我说这些 台湾比香港大 为什么台湾又可以呢 是不是 台湾比香港还不复杂 你告诉我 台湾二千五百多万人 为什么台湾又可以呢 是不是 台湾有多少天清零 台湾的个案多小 不关事 台湾一样有机场 台湾一样有树 不要跟我说这些 是你自己抗疫做得不好就是不好 是不是 你看看人家新西兰都做得好的 其实是 对不对 所以问题就是 你看到那个对比 就可以知道 其实习近平 你看看他说 第四波疫情 我很关心很担心 因为你现在是拖着他后腿 他现在希望在香港 变成一个大鸡棚 那你经常都有疫情 经济经常都不好 那我怎么办 对不对 当你没有了疫情的时候 那我小样东西烦 我要做的东西都做完了 国安法就走了 公务员宣试正在宣试 泛民就搞定了 我现在在想 如何搞定你的立法会 飘飘量量 整个立法会和你铲起它 以后是我的人 那你经常搞疫情的时候 那我就经常被党内的人烦 对不对 因为林郑是我阴点 对不对 那问题就在这里 但问题在香港人来说 我们最担心的是 究竟我们还要忍林郑这个石头 忍到什么时候 这就是香港人最担心的问题 亦都是香港人最担忧的问题 坦白说 一天 香港人都嫌多 一个小时 一分钟都嫌多 我告诉你 那问题就出在习近平那里 那问题完全出在习近平那里 死要面 只有这件事 要做的 其实他都做了 你现在看一件事 就是说 他为民受制裁的官员 为民 没有实际行动 为民 还有这件事 就是习近平表达了 爱国者治港 他说了三次 那是否代表宣誓呢 我相信你们搞错了 习近平所说的爱国者 不是你宣誓 就是爱国 习近平所说的爱国者 就是我说你是爱国 你才是爱国 那我们看看 林郑在述职里面 习近平就说 香港由乱及治的重大转折 再次昭示了一个深刻道理 就是要确保 一国两制 他还抱着这块招牌 他还要死抱着一国两制这块招牌 因为要吸引我就知道 实践行允致远 就是那个 我不记得哪个 QA说的 那叫做行允致远 大肥 他叫做行允致远 哈哈哈 就是由硬陷远 哈哈哈 必须坚持爱国者治港 但是一件事 大家觉得中联办和国安署的人 应该是救了外国 音点进来 是吧 大家看看林郑下面的样子 细图我们 我们不遮掩 大家看看 你晚上见到她 细图小孩哭的 整个七字一样的 你说大不大 你看这两个人 你看这两个人 那些三角眼三角眉 看到吗 三角眉三角眼 很适合从政 那些人 但问题是心术不正 三角眉三角眼的人 很适合从政 不过一件事 心术不正 你如果看回以前赵紫阳 看回以前邓小平 看回以前周恩来 那些 你看看人家的眼睛 是不同的 一看下去 整个相 是一个很正直的相 那些是 特别是胡耀邦那些 你看看现在这些 看相已经出卖了你 是吧 看样子也已经出卖了你 即是你都不放好人 是吧 我们看看 居然 中联办 是换了一半人 那他就说 跟泛民斗争完成 进入改革民生阶段 一年而已 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所有以前王志民那些 已经换了大半的了 好了 过了一年之后 又换了一半人 换了二百四十多个人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吗 如果他入了改革民生阶段 就有一个蓝图 有没有蓝图 你问中联办 有没有香港的改革蓝图 香港需要改革 香港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对不对 那个问题就是 习近平是左手不信一个右手 你要记住这件事 习近平是左手不信右手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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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个事情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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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是如果這群人在香港太久 他們就會組成一個小圈子 所以他們在攔腰的階層全部給你換去 主管級等 整個不讓你們聚集在一起 就從中間打斷你 讓你們不會形成一個地方勢力 像當年的江澤民一樣 再過一年我就換你一半 即是代表習近平 左手信不過右手 他怎會相信林鄭 怎會說你宣誓後他相信你 這群人根本是國內的人 他都不相信 怎會相信你 坦白說他甚麼叫愛國 是由他定義的 我的親信我信得過的人 就是愛國 你是我的親信也好 我不信你就是不愛國 是這麼簡單 所以最後林鄭一定是死亡的 最後是 你不用考慮了 這個我在一周股市大使 他曾經說港府希望電話智能卡實名劑 諮詢工種 保安局當然是贊成 你知道李家超的 他一定是贊成的 變成一件事就是你現在申請電話卡 可能 都不能夠隱藏身份 但是一件事 如果你去土地註冊署那裡查 他就不讓你查 這就是他隱藏他的身份 但是他就不讓你隱藏身份 其實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你不開機就可以了 你不開機就可以了 所以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安裝一些安心出行APP 或者回大陸的話 你就買一張電話卡 用你的名字也不要緊 因為那是你來的 你過關的時候是你來的 但是一件事 你不用的時候 或者回到家附近 你就關機 拔了一張卡 那就行了 最好是這樣的 那你正常的 千萬那些數據 就不要跟這個電話交流 那就搞定了 大家看到這個 根本上這些所謂 現在的立法會 我是完全沒有興趣的 大家看到 是沒有議員出席的 大家知道安排 什麼中港仲裁 大家法律互換 你看看一件事 根本上是沒有任何議員出席的 是德國主席在 沒有人發問 因為沒有人 你看到香港現在很淺 全部委任 浪費時間 就是由人大決定好 那就不用給這些 建制派吃的蛇齋餅種 全部由人大作主 那就行了 不用搞場那麼大龍鳳 浪費時間 你自己看到 不是我騙你的 1月27日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會議裏面 緊主席在席 10分鐘 說完之後 搞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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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之前說過 關於BNO問題 我們稍後也會說最新剛才說的 你看到 其實是有外之走的 基金經理、銀行家 就離開香港了 港府的財金部門 就會打電話問別人 為何會離開香港 我覺得這個也是正常的 但是問題就是 共產黨一直都很大事 我們這裡賺錢的地方 你不賺就算了 為何會打電話問呢 原因就是因為中聯辦叫他打電話問 想知道為何別人離開 當然別人不會說國安法 實際上 大家也想到是甚麼事 為何幾十年都不離開 要現在離開呢 對呀 但是沒有可能 會告訴你國安法 如果是的話 如果有些物業就被你扣住 對不對 但問題是大家都心照的 所以 因為有這些原因 所以 今天就出了一個BNO 就是吳湯吳水 不知道他在做甚麼 今天就說他不承認BNO作為旅行證件和身份證明 那就好笑了 為甚麼呢 第一件事就是沒有人會用BNO入境 如果香港的人 香港居民過了英國 他要再回來的時候 他是用特區護照的 他不會用BNO 因為他不是那邊的居民 你是要在英國住滿五年 申請他批你 你才是英國公民 如果你是英國公民的話 你都不會用BNO入境 要不你就用香港的特區護照 要不你就用英國的Visa入境 即是我的朋友 他是美國人 他在美國 即是住了N年 他不會用 他不會用本BNO入境 他是美國公民這樣拿Visa入境 或者用香港身份證入境 是不是 他怎會去拿BNO入境 英國人更加沒有BNO 他是英國本土 即是公民 他怎會用BNO 香港亦都不會有人用BNO 去證明自己身份 你是用本特區護照 你若是用身份證 對不對 所以坦白說 我們老祖已經說了 他根本上做不到事 你一取消雙重國籍 加拿大佬就撤僑 加拿大佬撤僑 英國佬撤僑 歐洲撤僑 澳洲撤僑 加拿大撤僑 美國撤僑 那你的金融中心 就不用知道有人來玩 這個純粹是姿態 所以我真的不明白他做甚麼 有甚麼作用 有甚麼作用 坦白說一句 如果我已經 移民 五年之後 我申請 5加1 他批了我的話 我亦不會再用BNO回到香港 我已經是英國公民 我為甚麼還拿了本BNO 是不是 我用英國公民申請個VSA 又或者我用過香港身份證 又或者我用過特區護照 我怎會用本BNO 用本BNO 還有時限 旅遊證件 我用香港居民就可以了 是不是 其實你也不知道他做甚麼 目的 問題就是他根本上 沒有辦法解決我們剛才說的問題 你根本就不敢去實行取消雙重國籍 因為你要保住香港金融中心的地位去給錢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為甚麼香港那麼多 即是說 那麼多人想走呢 大家看到 你慢慢慢慢 你就會看到 其實他搞那麼多事都是為錢的 你看到這個教協會長 他就因為之前參加過反送中的事件 所以就被人 褫奪了所有他在城大 跟著那些福利 即是可能他那個退休金 他那個 進去城大 可能用資源 全部都沒有了 最主要是退休金 其實你也看到搞那麼多事 我們最後都說了 他也是為了你的錢 剪掉你的錢 不再給你退休金 他不是很大 你看到他五十多歲 對不對 他剛退休 然後就說我要剪掉你的福利 那麼他就省了錢 所以我們說了 其實共產黨搞那麼多事 最後目的都是你的錢 其實 那麼他拿這些錢來做甚麼 給他自己那些人 即是給習近日口中的 他認為是的外國者 不是香港這些外國者 是不是 這個是一樣的 你看到 以往 在香港 坦白說他做得這些位是不會走的 做到這個 法律政策專員 根本就不會走的 這些是十幾萬一個月 那麼他都會走 那為甚麼他都會走呢 原因就是 即使你跪低也好 好像剛才那樣 慢慢慢慢地 他都會篩走你那些人 一來就換了他的人 二來就換了他的人 拿了你份薪 很快就會輪到肥華那些 我告訴你香港很快 特首 或者是 局長 絕對有機會 是換了不是香港人 因為為甚麼呢 這些人工 是不會億你香港人的 我相信這一班可能是美帥 慢慢慢慢地 他就會換走了 香港人 換回一些黨內 當時就看回哪些人在香港拿旗 他就換回他自己的親信 俗稱好像那個食製品的李美 在2008年 當時是胡錦濤 在香港中聯辦拿旗的那些人 換了他自己的親信下來讀書 下來做教授 是嗎 七萬多個月 是不是 當時2008年的時候 國內的那些 所謂教授研究生多少錢 一萬都沒有 幾千元 是不是 所以一件事就說 這個李守光可能他已經看到 其實自己的人工這麼高 根本慢慢地 你就會被人取代 我趁寧願現在走到 我現在走好過 是不是 楊潤紅也是 這些就不懂得死 是不是 他還不懂得死 他還不知道自己的位置 很快被人代替 還在那邊一直這樣幫 其實他可能一直這樣幫國家在那邊做一些傷天害理的事 他希望自己拿得一個月就一個月 拿得兩個月就兩個月 但是他 香港很多人是不知道共產黨的手段 不知道共產黨的手段 你回去拿 你有10億 在國內 你回去拿 你試試拿 你拿到10億才算 對不對 對 這個葉劉就更離奇 BNO他已經經常說錯 即是現在你證實了 外交部出了這個政策 那就證明了一件事 所有之前說的包括譚耀宗的都是這樣 全無政治智慧 你看葉劉這個都說 之前就說 美國那個外交部長就說 中國就滅絕了新疆一族 葉劉就說 不是 迪麗爾巴就是了 他 簡單說他就說 還有一個死症種 就是這樣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被誰罵 他是被中國的網民罵 因為那些人很喜歡迪麗爾巴 好嗎 那你就說迪麗爾巴是死症種 對不對 他並非唯一的新疆成功故事 何來種族滅絕 那就是還有一個死症種 對不對 這才對 就是這些你見到他為了想做特首 就是刷鞋刷得很出面 現在你見到 一就來跑馬仔 就是他們都知道 其實很快跑馬仔 林鄭一定沒有 所以就 葉劉和 689 就撲殺出來 其實 但是我可以告訴你 應該都不會是 這次絕對有可能 直接換一個 直接換一個大陸人下來 我覺得現在習近平的機會很高 他只要換一個廣東人就可以了 有什麼問題 說廣東話就可以了 你怎麼知道 這個我們剛才說了 你現在 你電話登記 電話卡就實名制 但是 你土地查冊 其實土地註冊處說 不得用於任何土地註冊處認為 不良的活動上 那就是一件事 就是說他不會讓你查 假如你 查高官的那些 就不行 國內是查不到的 香港是 為什麼當時香港那麼透明呢 當時連香港麥理號都查到的 查到的 由德那些 住在哪裡都查到的 就是這個意思 是不是 那麼他慢慢地 黨就會形成一個 我們叫做 特權階級 國內有特權的 你查不到黨那些人的東西 你完全查不到的 你查的時候 你連查的時候 他已經拘捕了你的 所以就是這樣 這個也是 你不要以為 你現在在你面前看到那幾個警察 未必是香港人 未必的 他國內是這樣做的 國內是這樣的 他不理你的 國內是 他沒有人權的 是不是 你不要以為這個 這個女人可能是香港人 他不是香港人 可能是 這些女人 這幾個 這幾個人 可能他只是說廣東話而已 但他未必是香港人 他可能是國內 國內公安就是這樣 國內公安向來都是這樣的 我的朋友在國內住幾十年 國內公安就是這樣 他不會理你沒有什麼人權 你不是投訴 對不起 我們重視孕婦 不過那個孕婦已經 他幾乎是流產邊緣的 幸好一個嬰兒還能救回 不過是進入了這個嬰兒ICU 所以你會看到一件事 香港很多警員 正常以前在英國佬訓練的警員 不會做到那麼 野會做 但不會做到那麼欲宣 但問題是 你現在看到這些 分分鐘大部分這些人 已經不是香港警察 是國內的那些 已經吃了蛇齋餅粽 已經是 那就是這樣 說回疫苗的問題 今早李慧琼在立法會 就說 有沒有數據也不要緊 看看巴西 或者科威特用成 就知道 巴西就只有五十點多 說了給你聽 是不是 大家看一件事 就說 湯家驊 其實我覺得湯家驊 他是不是需要做到這樣 我覺得湯家驊 他是不是需要做到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 其實湯家驊也很厲害 他很厲害 但是是不是需要做到這樣的地步 我覺得是會這樣 是吧 你看到這個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 孔凡毅 他很多次出來都吵 他說如果你本身都沒有報告 你科興沒有報告的話 你就引入 這樣就用的話 那不如 你要那個委員會來做什麼 你做什麼要那個醫管局 如果這樣 你不如把醫管局直接under人大就可以了 沒有意思的 那麼大家看回 跟著他講 國藥 都是沒有第三期臨床的 是不是 那麼科興你說有問題 林鄭說不如我跟國家買國藥 那麼國藥也是沒有嗎 是不是 但問題是國藥也用了很久了 那就是你不會有 是不是 你也不會有 那你叫用 那麼不如 坦白說一句 你不如 我覺得一件事 林鄭現在這樣強行做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希望 幫 幫共產黨 燒了這些疫苗 用了這些疫苗 為什麼呢 因為做了太多 如果你看Oxford 看UK 他之前那次不可以 他全部都扔掉 重新再用過 但是他扔不了 太多 那就要告你們用 那就是用大外宣 我也說過很多次 其他人我不管 只要你能夠過到中國藥監局的第三期臨床報告 我相信你 你看看一件事 他到今天都不敢拿出來 即是沒有 你疫苗都做出來了 你都做出來了 怎麼改呢 是不是 所以他不敢給 所以大家看到 為什麼香港現在做出來的research 有45%人都是不會打的 為什麼 你都沒有報告 你自己都沒有報告 那我怎麼打 喂 若監局是你自己的嘛 我不是叫你美國的FDA嘛 對不對 最大的問題 現在就說 外國的疫苗 即是歐洲的疫苗 現在我們那個 那個 BioNTech那個 是會在德國做的 大家看到一件事 Oxford都滯後 他滯後之餘 他還說因為他先接了單 所以保證 先供應給英國 歐盟就發火了 喂 你都接了我的單 那為什麼你不給我 是不是 你看到外國的人 你看到 有些人 放一些可以包裹進去 員工要撤離 不知道是不是炸彈 或者其他 因為 因為你延避了別人的疫苗 所以極有可能 歐盟就會 立例 首先要供應給歐洲 然後才到海外地區 美國就不用說了 美國輝瑞就是美國的 Moderna就是美國的 對不對 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輝瑞 他是先供應給自己的 Moderna給自己的 我們現在所說的 這個輝瑞就是德國做 德國走這條規矩的話 香港就是沒有疫苗 就是這麼簡單 香港就是沒有疫苗 是不是 即使有 你都不夠 即使有 都可能欠崩頭 所以第一季一定會失敗 大家不要期望過高 第一季有疫苗 除非你肯打 科興或者國藥 我就不知道 我自己就不會打 我告訴你 我們說一說美國現在的狀況 我們老早都說了 彈劾特朗普是成不了事 即是你走去彈劾一個 特朗普現在是平民 應該是不是 即是有錢人都是平民 你去彈劾一個平民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你現在看到 應該就不能彈劾 而特朗普也都 坦白說一句 我覺得 他已經72歲 他捲土重來的機會其實是很低的 因為到了這些稅數 一年一年不同 但是他正在組織一個 愛國黨 不是說之前那個 就是新的愛國黨 那就是用來做甚麼呢 吸納在共和黨裏面 支持他的黨員 不只是議員 是共和黨的黨員 共和黨人仍然是 仍然是議員的 那些就是少數 但是共和黨員有很多 大家看到有三萬人 是退出共和黨的 因為為甚麼呢 你的黨自己都不撐 都不撐公義 特朗普 就吸納這些人回來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也說過有錢人 你現在看到這些事件 全部都是短暫 一過去的話 全部人都會賣回有錢人 有錢人就是大殺 有錢人就是有錢人 沒得咬的 對不對 大家看到 國會暴亂之後 已經有兩位警員自殺 為甚麼會自殺 而警方不公佈原因 就是因為當時 大家如果記得當年的六四 是有一個軍人事後 在天光門廣場裏自焚而死 為甚麼呢 因為其實他被消息蒙蔽了 他被那些 即是所謂的 封鎖了消息 他以為當日走進去國會山莊 那些真是暴徒 好了事後 他才發現原來那些人 他不是要推翻政府 他只不過是說 我不讓你給拜登上 因為拜登是舞弊上的 但是你這樣去鎮壓那些人民的時候 甚至打死了人的時候 他就覺得內疚 因為你做警察你發過勢 你不是要忠於 你不是要忠於特朗普 又不是忠於拜登 你是要忠於美國的人民 要忠於上帝 那他便自殺 大家明白嗎 當時天安門廣場的軍人都是一樣的 他後來發現那些不是暴徒 那些是學生 他便自殺 他過不了自己的關 所以特朗普是很聰明的 他現在搞一個黨 我往後 即使我特朗普老到死了 這個愛國黨 還會存在 當然 將來 負負負負責 我不知道 但我形成了另一股勢力 但這個要看特朗普做成怎樣 這個黨 現在去搞其實是合適的 因為趁情緒高漲 在美國來說有結黨自由 任何人都搞到一個黨 但你當然搞不到 你和我當然搞不到 因為 你要搞一個黨要很多錢 但特朗普可以 對不對 還有趁現在有那麼多支持者 你想想 有八千萬人投票 只是共和黨員 也有三萬人退 吸納這些便是對的 我不用吸納整個共和黨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現在的拜登 是很難做的 為甚麼呢 他想鬆牌 即是他想鬆張給中國 但被人盯緊 全部盯緊 各個 各個議員 全世界盯緊 我鬆不了張 就像耶倫那樣 我現在取消不了中美貿易協議 因為我現在和中國正在做生意 你不要理貿易信差大了就好 小了就好 總之現在正在做 我現在正在收25%的關稅 我為甚麼要取消了他 你答不答到議員 你答不答到市民 你答不到 所以你看到現在拜登頭都爆 他就被習近平逼得很緊 取消關稅 你老母 我快要死了 已經正確 因為你想想一件事 如果他的貿易信差 我當你是5000億 你那個 關稅25% 大佬 多少錢 1000多億關稅 日日付 怎樣付 大佬 大佬15億 開玩笑 15億萬多億港幣 你想想一件事 他現在一直在搞台灣 搞台灣 說你跟我談 大佬你跟我談 跟我談 但你看到蘇聯就不要說那麼多 普京 你跟我談 不要說那麼多 我頂不住 因為為甚麼油價太低 油價太低他要死 你再制除他 是吧 你看到現在拜登 他就扭盡六寧 先做一些 小一點的事 先進入WTO 然後 你們不要再叫中國病毒了 他的腦症骨是做甚麼呢 他做的事就是 先讓你們不要那麼討厭中國 慢慢慢慢地讓你們不要那麼討厭中國 那些議員就走出來 我們一定要對付中國 中國是最大的威脅 但是現在習近平 暗糾糕 他還在做那些 討厭別人的事 譬如你反擊英國 你看到他都不敢搞澳洲 對吧 你現在再搞台灣的話 坦白說 在國會裡面的議員 說 我怎麼讓你過 你還在搞台灣 坦白說 如果Donald Trump還在的話 Donald Trump就多賣武器給台灣 我告訴你 但是因為他知道 拜登不會 習近平用的方法 是很迂迴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他不能不壞 普京就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你看看大家其實都 那個 老祖宗 都是馬克思 但是你看到蘇聯做事 沒有共產黨那麼卑鄙 他是直權直王的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了 我要跟你談 我不行了 你這樣制裁我 油價那麼低我會死 但是你看到習近平 就是 搞一下搞一下 看我呀 我呀 我這邊呀 我呀 現在我要跟你談 一直給他一些暗示 但是 拜登 坦白說他 我想跟你搞 但現在是搞不到 是吧 那就麻煩了 拜登就扔了一句 我們要用忍耐的策略 吵人家不能等 習近平當然不能等 喂 我年年給千多億美金出去 我怎麼給呀 貿易 是吧 所以在香港這邊 拼命局的股市 希望吸回美金回來 就是這樣 是吧 那麼他就不斷派那些軍機去搞台灣 喂 我呀 我呀 就好像那些貓貓狗狗那樣 四位 就是貓來貓去 喂 看看我 我 坦白說他 他一定不會打台灣 因為他一打了台灣 人家更加不會放 更加無理由放 對不對 習近平如果他一 真是擦槍走火 或者打倒台灣的話 坦白說他 他即死 因為為什麼呢 美國更加放不了 怎樣放呀 是不是 喂 坦白說一句 沒有人會想 台灣主動去打中國 是不是 怎麼打呀 大哥 是不是 那麼你任何擦槍走火 壞那個一定是中國來的 那麼其實他用這一招 你已經看到一件事 他是沒有路走 我一定要你快點取消了中美貿易協議 還有一件事 快點放寬了那些制裁 要不然我死的 大哥 是不是 對嗎 那些企業會釘的 那麼大家就看到那件事 是不是 你看到呢 就是最後呢 就頂不住了 外交部 暗示了那麼多了 是不是 就像蕭先生說的 喂 那個女生 屌你 你不明白 我給了暗示你 丟了眼 跌了薄 屌你 屌你 褲頭帶 鬆軟了 故意在你面前 走過 跌了一條手巾 屌你 你都沒有反應 我直接跟你說 喂 叫不叫 中國外交部 就立即說 談了 我們要談了 你看到 又撤了崔天海 是不是 崔天海 其實我不明白 為什麼他用 崔天海 真的好老 崔天海 崔天海 劉曉明 那些 根本太老了 根本 老人政治 怎麼做 是不是 看上去 哇 你的崔天海 我以為他八十歲 是不是 這些 沒得做 已經太老了 你看黃毅那些都老了 樣子 看起來好像是七十 是不是 不做得了 老人政治 那你看到外交部 喂 談啊 大哥 我跟你沒事的 你一定要跟我談 你一定要取消了 崔天海 一定要取消了 制裁 還有一件事 麻煩你快點供應 芯片給我 要不然我的車 死得了 我現在要做五支 是不是 那你見到 其實現在拜登 很難做 很難做 他現在 他現在取消不了 他現在取消不了 你一取消的話 外面打架也有份 他的老政骨唯有拖 慢慢拖 拖到美國人 對於中國沒有這麼憎恨 就是逐漸逐漸剝 一定是這樣 這就是老政骨的做法 如果特朗普一隻兩三拳打 就打死他了 是不是 但是現在拜登沒有辦法 所以問題在這裏 所以問題在這裏 是不是 你看見Patriot 這個愛國者黨 其實我贊成 我贊成 因為為什麼呢 你組織了這個黨 特朗普的東西 就可以傳下去嗎 我們不要太陰謀論 說這個黨 最後可能發展成怎樣 這是第二回事 第一件事就是 起碼 特朗普的東西 可以傳承下去 而現在 加入這個外國者的黨 就是傳承了 特朗普當時的議員 也是支持特朗普的人 去加入 你現在不搞 你再過多一兩季去搞 人去就查糧了 這個我是支持的 我是支持的 是不是 坦白說一句 當時 選特朗普的人 我相信大部分都會加入 很快 我不知道結果最後是怎樣 但是如果真的搞得成的話 這個黨就會佔一席位 到最後 我覺得這件事是一件好事 大家不要抱太大期望 特朗普或者蓬佩奧 在四年之後 可以再選總統 因為 過了四年 你不知道那個局勢是怎樣 人去查糧 你不知道 是不是 即是蓬佩奧好些 特朗普 七十六你真是不知道 你看回四年前 拜登的相片 差多遠 差四年 差多遠 你看看奧巴馬 哇 老到你看他的樣子 是不是 那時候多年輕 即是一兩年前見多年輕 你看現在老到的樣子 是不是 不同的 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到這裏 他犯了哪條法例 為黨違規 為了哪條 有沒有跟你說過 你有沒有聽過 黨員為了哪條法例 沒有的 全部都是為黨違規的 是不是 黨員會受法律限制嗎 黨員是受過黨規限制的 黨員是不受中華人民法律限制的 他當然不會寫出來 他怎麼寫出來 他不會寫出來 黨員不受限制嗎 你有沒有聽過 中國的黨員犯了哪條法例 我講哪條 沒有的 從來都是 違黨違規規 違哪條 違哪條 不會告訴你 就是這樣 是不是 他難道告訴你 如果他告訴你 我違了哪條 的話 那個就不是黨員 是不是 對不對 通常的 都是 黨員違黨違規 你看到當年鄧小平 為甚麼 無論多壞 你不要趕我出黨 因為出了黨 你就進不去 出了黨 你就進不去 但是問題是 在黨裏面 你才可以翻身 你也不在體制裏面 怎麼翻身 當然他不會寫出來 說黨員不受限制 第一件事 他現在做出來的七十年 黨員 是不受 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法律限制 他是守他自己的黨規 你自己看回歷史就知道 那麼我們的網誌 地產小專家 逢星期五和大家見面 我們的投資日至二月份 我們會講快手 快手IPO 我們會講電動智能車 不過我會講中國這部份 我會用蔚來和講氣做例子 還有現在中國的電子支付 還有Bilibili 百度和阿里巴巴 2020年最尾一季的業績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YouTube投資筆記 收費版二月份 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 好我們兩項的收費項目 投資日誌和YouTube投資筆記 我就不重複了 大家看看螢光幕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可以電郵給我 香港financial www.gmail.com 大家在螢光幕可以看到 轉數快電郵和PayPal帳戶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到這裏 我們中間 如果有任何問題的話 都會出這個短打 跟著我們就可能要 星期二星期三 再跟大家見面 祝大家周末愉快 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